新赛季也快开始,每一个球队都替新赛季备战长,有市的主帅格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,他们新赛季目标不只是夺冠,而是在进后赛全胜夺冠,创下新历史。 他们之前已创下常规赛73胜的历史最不错成绩,他们这次将会创下季后赛季录,过去的一个赛季,勇士赛季后三面对最大挑战是火箭,勇士主帅坦言,火箭是他们最大的挑战,可是新赛季,他们的老对手张黄加入胡人,随胡人的各种招募,他们对勇士产生冲击和挑战, 展黄虽坦白他们还没实力打败勇士,可在进后赛很明显会对勇士有威胁,展黄表示,我们先赛季目标不但是打进进后赛,胡人一直为夺冠存在的,我们先赛季将在进后赛全力打败勇士,我们队里有龙都还有一些不错的星星,他们对独冠充满着期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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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